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们是那个跟大车是配合很 先前一波缺氮潮才刚缓和 但最近寒流来袭 日夜温差大就容易导致机制生病 鸡蛋产量也会减少造成缺氮 天气10度左右 风好像做风台很严重 所以市场真的是缺氧缺很严重 根据农委会资料显示 台湾产氮鸡一共有三千一百五十八万只 每天能够生产十点七万箱鸡蛋 供应缺口大约七千箱 预计三月中旬能恢复蛋的产能 缺氮到底严不严重 由蛋农认为不少业者会担心价格崩盘 虚报产量巩固价格 不过农委会乐观预估 目前鸡蛋缺口三月中就能恢复 三天新闻许出的中博军讲话报导